最重要的还是劣势恋心 劣势恋心正案就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机会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只是你有没有警觉心 没有警觉 当你错过 有警觉心天天在磨练自己 自信里面智慧的能向好 都从这里磨练出来 磨练就是六根接触六成 这就是磨练的时候 言言见识 二闻神 敌修相 十月常为 神接触 一根就是念头 几些能力念头 要在这个里头 觉悟 磨练 觉悟这是什么呢 凡所有相皆是绝望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这是看破 要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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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才接六成 就要提起 金刚 就是这两句 大家都很熟悉 我在早年 把这几句经文 印在透明的 玻璃纸上 透明的 印成红字 做什么用呢 贴在电视屏幕上 同学们都看电视 一看电视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 它透明的 提醒你 凡所有相皆是绝望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别起心 别动你 别分别 别执着 这是大修行 看电视也修行 宗门说 你会吗 会看电视 看久了就成佛了 不受它影响 你对于外面境界 寥寥分别 一丝毫不迷惑 向游 行空 向游是幻游 不是真游 所以 空游两变 你都会不住了 在这个列上 清净心出来了 清净心 神智慧 明天啊 好 消灯 希望你 消灯 儿子